口笛響起三軍統帥 力臨海軍頓位最大的磐石戰鬥伏擊艦 一年一度的海軍頓目遠航訓練 21日從海軍大本營高雄左營軍港正式起航 蔡英文總統特地南下 歡送要遠航到友邦的海軍弟兄 接下來我們就要展開國外航行訓練 不僅敦募邦誼也要再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 登上潛艦指揮塔向出航的敦募艦隊挥手說再見 這次海軍舉辦敦募遠航半世紀以來 首度由國家元首送行敦募艦隊 除此之外 總統也視察國軍水下作戰最重要的艦龍系潛艦 並且見證了潛艦國造設計啟動儀式 再次強調臺灣的新一代潛艦就是要MIT 不過海軍籌照新潛艦從最初積極尋求外購 到現在走向自言自制 面對外界的質疑他重申 我們要自力自強 潛艦國造是我們國防自主政策當中 最具挑戰性的一環 一個潛艦在下水之前我們確認這個系統是安全可靠下的去上的來是整個系統整合的核心技術 八年的時間讓這個潛艦能夠下水 下水以後可能再經過那個兵力演練 可能再隔一年就成軍了 總統接二連三對武器國造計畫 只希望紮實的訓練能配上好的裝備 讓國軍可以樣樣100分